全国烟埋情况没有好转 一些民众感到身体不适 尽管如此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透露 当局的监督报告显示 受烟埋影响而求诊的病患人数没有激增 反倒是骨痛热症的病例 同比增长了八成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 今天在槟城北海出席活动后表示 当局从今年的烟埋季 也就是第33个星期开始 就密切监督特定诊所的求诊人数 尽管有民众因为烟埋感到不是上门看诊 但截至这个月5号的病患总人数 并没有异常激增 尽管如此 另一场卫生危机的警铃大作 我国和其他国家 今年都面对骨痛热症病例显著上升的现象 卫生部数据显示 从今年1月截至这个月7号 我国的骨痛热症病例达到93,344宗 去年同期只有51,337宗 同比激增81.8% 至于骨痛热症死亡案例方面 今年共有137宗 相比去年的81宗同样飙升 涨幅是69.1%